尤其柴油车要特别注意 其实我们讲说机油不是要燃烧的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不燃烧 还是有少量的机油是要被燃烧的 尤其柴油车 我们知道它对于废弃的管制 有些过滤器等等的 所以柴油车的机油一定要用专用的 它就是强制有一定的量的机油 是要被燃烧的 如果你没有用正确的规范 或者说有一些可能规范写给你 里面的品质没那么好 你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有保证的 然后上面编号 最好还是符合你这个车的品牌的 比如说这个机油里面 除了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些之外 它还有什么NB 就是Mercedes-Benz 它有说对应的车款 对 它可以对应到 符合Mercedes-Benz 229.51的规范 原厂规范它是吻合的 在B&W就是双B的 LL04 B&W来讲有LL01跟04 这04当然又是更新颖的 就像我刚才讲 NOPQ的意思是一样的 再来是VW 所以除了番号 除了是否专用油之外 如果这个机油里面 列出了很多符合某些原厂车款的话 表示这个品牌怎么样 一定是很有信用的 而且不惜成本去符合原厂的规范 对 你看柴油车可能是这样子加 然后汽油车其实也有差别 对 柴油车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专用 所以也不是说什么越年越好 或者什么就是 很多人会对于这种润滑油 它其实选择性上面 它更下功夫 没错 关于你就内行 我刚才讲说这个指数如何 如果该白痴 只想讲说原厂告诉你多少就多少 但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 因为每颗引擎 它的工作温度跟转速范围可能不太一样 有可能什么性能车 或者是一般车 对 一般如果说 对机油要求没有那么高的 它可能间隙比较坐边 没有那么密 坐开一点 性能没有要求那么高 那时候机油可能就不用用那么好的 有些高性能的时候 要给它拉到八千转 这个高压缩比 它可能做得很密 你机油用了不对的方号就完蛋了 原则上越高转的浓度就是越高的 OK 好 那我们要继续讲好了 那除了这个方号之外 如果我想要求更好 好还要更好 因为常听到网络在讲 有什么合成 有什么纸类 对 其实全合成对于所谓的抗减 润滑 什么耐酸性 当然这比矿物的油更好 OK 原则上可以的话 选全合成就很够了 但是为什么又有双纸类呢 说实在的双纸类 它就是加种纸类的添加剂 加到合成机油里面 那里面这个双纸类 一般都是赛车在用的 我们开始赛车嘛 对不对 那东东拉到一万转 好厉害 那七八百匹马力 但是常常跑两圈之后 就要换机油了 也就是说纸类原则上来讲 性能很好 但是寿命比较没那么长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说你买这些双纸类的油 它上面写APO的 就所谓合成纸类的话 它除了性能好之外 寿命又得到一定的环节 如果你性能迷的话就注意了 除大品牌翻号之外 如果双纸类的话 一定要APO的 合成纸类 那下面写出什么 有效预防低速早燃 这个就所谓抗暴症 抗暴症 理解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像机油我自己觉得 一定要这一种大品牌 然后你有把握 它这个品牌是 比较不会买到甲油这个问题 然后又不会有所谓的 外国进口桶装到国内 分装包装是否被污染 要避免这些问题的话 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对对对 其实真的就是选择品牌 可能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 对对对 好 当然刚才庞德老师 其实讲到了 说我们在保养的时候 五油非常重要 除了润滑油之外 我们可能常常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去加油站 加油嘛 对不对 提供给我们的引擎 需要的动力 但是这个油品的品质 也很重要 那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 细项油哪一些啊 庞德老师 好 这个汽油我们都知道 一般来讲油箱都放后面 所以这个汽油帮补 就在车的后面 然后打油 在油箱里面打油 然后油打了之后 透过底下传送到前方的引擎 就进到我刚才讲 引擎里面就是活塞气缸 好 那在汽油 全车走一遍 我们先从右手 这一个汽油帮补来看好了 之前不是有某品牌就出过这个 因为这个邦谷泡在油里面 因为油里面品质不好 可能造成 你看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般我们讲 跟家里那抽水马桶 那个福桶是一样的 油起来就升起来嘛 对 没有油就下去嘛 这个地方有个外露的 一个可变店主 这个人就告诉油箱 说前面油在 你现在剩油多少啊 因为这个泡在油里面 油不好的话 这个都会泡坏掉 说那换这个就好不行哦 整个邦谷要换掉 所以你看油品选择很重要 好 那第二个就是说 油打过来之后呢 倒影机是燃烧哦 来 当然帮我拿一下好了 好 这个燃烧嘛 对不对 那上面呢 噴油 噴进来 然后呢 活塞上下行的时候 这个这个活音塞 点燃嘛 点燃运转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除了说一般我们都知道说 油的这个能量啊 爆发力是不是强啊 第二个就是我们常讲的 爆针怎么回事呢 我跟各位大概解释一下 火星塞在这里嘛 活塞上下运行嘛 原则上呢 活塞应该是快到顶的时候呢 点火砰 炸下来 这样大家都听得懂嘛 对不对 那今天呢 如果说呢 你这个点火时间能够慢一点 能够长一点的话 那我这个点火的容许值就比较高 为什么讲容许值很重要 因为我们讲说呢 火星塞每次行程就点一次而已 但如果说你这个汽油不好 鸡油不好啊 哇 这个燃烧是我刚才讲了嘛 里面一台鸡碳啊 就跟我们烤肉BBQ一样嘛 对不对 那个碳 风一吹就红红 就很多红点嘛 那就是燃点 等于说呢 你今天如果说 有其他的这些脏污物的时候 哎呀 我火星塞还没点 你就先点啊 点的时候怎么还被爆两次 砰砰 那就叫做爆针 那你今天如果说把整个有效的燃烧时间 延长的话呢 就可以减缓掉那些可能的一些存在的问题 好 所以这样大家讲懂啦 汽油第一个 不要把你的这一个汽油棒给搞坏掉 所以最好选那一种 它的这个生产 这个炼油的机器比较新颖的啊 那再来就是说呢 你如果说引擎 常常加这个牌的汽油 加它的汽油 加加之后呢 一下爆针 一下呢 油露塞到 我最后讲这个这两个喷嘴 左边这个是传统的 一般大概三霸到五霸的传统的 这种所谓的 非这个缸内喷射式的喷嘴 这个东西堵到 事情还不是很大 因为一支大概两千多块而已 现在都是缸内直喷 涡轮增压 还得很清楚 哇 这一 高压喷嘴 高压喷嘴 这个呢是分层燃烧 然后呢可能要抵挡到 在一千五百霸 这一根喷嘴啊 如果你因为不好的油 堵射到弄坏掉 第一个不能轻 第二个呢 每一支都是破腕 都是破腕 所以不管是让你车子好开 寿命延长 然后减少一些 可能需要的 维修保养的话呢 汽油但要慎选 了解 可是盘罗老师 像那个 如果说汽油慎选不好的话 比如说油品不好的话 是真的会有影响积碳吗 对 它也会让那个积碳的 这个状况会变得比较多吗 是是是 当然这个关于 如果我刚才前面有讲到 就是说燃烧 一定会留下一些东西 不管汽油或机油都是一样 那我刚才讲 如果少量机油燃烧 但是燃烧是主要 当然还是汽油在燃烧 所以品质好的汽油呢 在正常燃烧的时候 留下的积碳量没有那么多 就不容易积碳了 对对对 那就是我们可能甚至仿近 看到很多的 有什么92 95 95plus 98 我说实在的啦 当然是数字高的是比较好的 这是没有错的 好是没有错的 但是越高越贵嘛 但是有一些品牌 他写说95plus的话 那相较来讲的话 会比95的来得更好嘛 如果价钱一样的话 大概这样来看 了解 因为其实主要啊 这个车商也会在 他的车上标示说 你的车是用92的5000气油 还是95的5000气油 或者是要求你一定要使用 98的5000气油 那当然这个攸关于在于 这个暴震的这个意志啊 像刚刚旁德老师讲的 就是暴震造成的一些原因 那让我们知道这个号数越高 就是新婉子的一个这个差异 他能够抑制暴震的这个功能 是越好的 所以如果你的车子呢 车商要求你要加95号的 这个5000气油 那所以现在大家比较流行 就是说95plus 这样子的一个5000气油 因为他基本上的告诉你 他是贴近于96 不会低于95 那这样子在一个车使要求 在95的5000气油的使用状况下 你就不会有那种担心说 我现在加油够不够那个新婉子 还是我每次加油 要来去做个检查 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所以现在是这样子的 一个状态来说的话 对于汽车 尤其现在缸内直喷 这个 这个稀薄燃烧 高压缩比等等 波轮增加引擎 对于这个汽油的这个要求 其实都是蛮高的 可是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了 因为大部分人会说 我之前加了92 然后我现在突然间 给他加个95 不知道对我车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如果现在听到 今天梦想街 分享这一集 就说有95跟95plus 那我们就知道 比如说在中油 你可以加到95嘛 对不对 那我们去台索 可能加到95plus 那如果用这样混的方式的话 会对于爱车会不会有影响 其实还好 因为这个油都是通过 国家规范的这个CNS的油品 所以混到其实 并不是太多这个问题 理解好 那我们都知道说 慎选这个汽油的油品 非常重要啦 影响你的油耗 甚至于会影响到你的动力 或者是 是不是会积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我们通常在买车的时候 都希望说 我们的油耗数字 能够漂亮一点 那除了油品你选择 可以让你稍微省油一些之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我们要省荷包 选对了油品 让你比较不容易吃油之外 还有有没有一些优惠 通常我们都常看到新闻说 报说哪一天啊 什么油价要下降了什么 所以看到一堆人去排队 可是如果从日常生活当中 有一些优惠 不是会更好吗 是像我加油的时候 我都会固定打开 那个油价预测的APP 看一下下礼拜 是不是要降价 那当然因为我有汽油车 我有柴油车 对不对 我在加柴油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那个 含流量有差距的这个柴油 当然台湾两大品牌 它的这个柴油的 含流量就不尽相同 那我们知道加了之后 这个排气出来的味道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另外一部车是这个 所谓编台部系统的 高压缩别引擎 那至少都要加到 95以上的这个汽油 因为我去 我都会大部分都会叫 我太来去加这个 95plus这个汽油 确保不会比较低的 这个状态造成 车辆性能的一个这个耗损 那就像冠宜所说的 其实我们平常都在打开APP 看这个哪一 这个下礼拜会不会降价 还是下礼拜要上下 对 所以其实平常在加油的时候 我们去便利商店 我们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 都要报什么 出事的QRcode 累积这个点数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我都不知道 这个点数到底该干嘛 可是后来我太太告诉我 说 你至少便利商店 累积这个点数 可以去加油站 抵加油金 真的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我说我怪不得说 人家说这个持家 要听老婆的话 老婆是管理家里的这个财务 帮我们省钱 他说如果你拿这个 去便利商店扫这个条码 到加油站 也可以给他扫 然后就可以 比如说我家一起买 然后加油的点数 你知道吗 就累积在那个便利商店的点数 那个点数 你可以在便利商店买东西 你也可以把那个点数拿来加油 拿来加油 然后我说 这也太厉害了吧 他还说这哪有什么 然后你知道吗 礼拜六的时候 这个加油的回馈是9.9% 怪异9.9%是相当惊人的一个 这个回馈的点数 回馈一点就等于一块钱 所以你想想看 你加了一千块钱的油 你就会拿到99块钱的点数的回馈 下一次你帅去加一千块油的时候 你就把这九十九点给用掉 或者是呢 当然这个带小孩子去公园的时候呢 完了要去买个什么布丁 孝敬一下这个儿子女儿 拿这99块的点数去买布丁 都还有剩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 反正每天我们要加油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到便利商店买咖啡 这善用这样子的一个 资源共享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是非常 我觉得很厉害的点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根本就是不同公司 你知道 Saven跟台塑石油是不同的公司 但是他们却能够让这个 给予消费者这种 所谓点数共享的这种好康 我觉得算是很佛心 真的 把握这个有优惠的时机 好好的去运用一下 这叫聪明的这个消费